冥界之光,科技梦想地引领着。在一个大都市中,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,叫做李浩。他是一个对游戏充满热情的年轻人,从小就对科技和创新充满好奇心。他在年少时就对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经常花时间自学程式设计和设计。 李浩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游戏开发训练,但他自学成才,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创造出让全世界都疯狂的游戏。 他在家里的小房间里熬夜工作,不断编写代码,打磨游戏设想,虽然身边的人们并不理解他的梦想,但他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。 经过无数个夜晚的努力,李浩终于开发出了一款颠覆性的游戏。 这款游戏结合了虚拟实境和增强现实技术,让玩家可以在真实世界中体验全新的游戏感受。 游戏名为未界,Unbounded,一经推出,便引起了轰动。 未界不仅在游戏玩法上独具创意,更是引入了全新的互动方式,让玩家仿佛真正融入了游戏世界中。 在游戏中,玩家可以自由探索虚拟世界,进行任务,战斗,交互,甚至可以与现实世界互动。 这款游戏一经推出就风靡全球,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,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习惯。 李浩也因此创立了自己的游戏公司名界科技,Bright Realm Technologies,以未界为起点,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。 随着未界的成功,李浩的公司成为了高科技产业中的翘楚。 他不断吸纳优秀的人才,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,推出了更多革命性的游戏产品。 他将团队凝聚在一起,鼓励创新和突破,带领着团队不断挑战游戏技术的极限。 明界科技不仅专注于游戏开发,还涉足了人工智慧、虚拟实境、增强现实等多个领域,成为了一个跨界高新科技企业。 李浩始终均持着对创新的追求,他认为科技的发展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明界科技的价值不断攀升,市值已经超过了千亿美元,成为了全球知名的科技巨头。 而李浩并没有停止创新的步伐,他依然是公司内部最努力、最投入的人。 他深知成功并非终点,而是一个新的起点。 他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被他激励着不断挑战自我、追求卓越。 公司持续推出了一系列引领未来趋势的游戏和科技产品,引领着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。 在李浩的领导下,明界科技不仅仅是一个公司,更是一种信念和精神的象征。 他的梦想不仅仅是成功,更是影响着整个世界,让人们对科技和未来充满期待。 当明界科技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领导者之一后,李浩并没有止步于此。 他意识到科技的变革力量不仅仅局限于游戏领域,还可以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、医疗保健、教育以及社会互动等方面。 因此,他开始将公司的视野拓展到更多领域。 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创新,他们推出了一系列基于虚拟实境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医疗应用。 这些应用不仅提供了更便捷、更高效的医疗服务,还在医疗培训和手术模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,为医疗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。 李浩也关注着教育领域的变革,他相信科技可以让教育更加丰富、有趣、容易接受。 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系列基于虚拟实境和人工智慧的教育产品,为学生们提供了更生动、更直观的学习体验,推动着教育的智慧化和个性化。 在社交互动方面,他们打造了一款基于增强现实的社交平台,让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实现更加真实和丰富的互动。 这个平台连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,让他们可以共同探索虚拟空间、互动交流,为社交互动带来了新的可能性。 李浩的公司变得更加多元化,他们不再仅仅是一家游戏公司,而是一个拥有着广阔愿景的科技创新巨头。 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。 然而,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多元化业务的发展,李浩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责任。 他不断思考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,如何让科技创新更好的造福人类。 李浩在公司内外树立了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,鼓励员工们不断追求创新和卓越, 同时也注重团队的社会责任,投入到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中。 他成为了不仅仅是一位企业家,更是一位领袖和榜样。 他的理念和行为影响着更多的人,激励着他们追求梦想,努力实现社会价值。 在这个科技变革的时代,李浩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, 他的公司成为了改变世界的先锋,引领着人类社会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。 他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,更是以其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成为了一个充满影响力的领导者。 而李浩,作为这一切的开创者和领导者,始终保持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, 他相信科技的力量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, 他不断探索着更广阔的创新领域,成为了全球都在风玩的游戏产业的引领者。